仁愛區仁義路靠近研明派出所附近 因為停車需求大 平常都有車輛停放路邊 但地方住戶爭取設置機車停車格 考量附近有幼兒園學童上下學 市議員曾濟岩邀請市府單位和地方居民 研議停車的需求 在附近應該是281、261有一個幼兒園 幼兒園前面的話 我們想為了要讓幼兒能夠安心安全的下山車 讓我們來偵射黃線 那在這邊也請我們基隆市警察員來配合一下 那理想有建議說 因為這個地方還是一樣有幼兒在上下車 大概走廊上面的話 也請我們基隆市的腳踏處來偵射腳壓 然後禁止火車來停車 能夠讓幼兒園能夠安心的上下車 而同樣臨近的艾斯路仁二路191號前 周邊都是家具街 貨車進出頻繁 但周邊的店家門前都已經畫設機車停車格 市議員曾濟岩接貨店家陳情 希望能夠取消部分機車停車格 改畫設為黃線 去街可以說末路 因為現在都大賣場 因為大家都去那買了 這座末路去算說也很久都有的店沒有人租 好不容易有 我如果說吃的地方就浪 這個開吃一定會比較浪 所以這座鎚子裡面真的 你說鎚子都沒有餘什麼 人家要進來裡面賣麵 真的曬一下就過了一定沒有人要進來 所以把這個機車格給他畫跳 也是可以臨庭啦 買個東西可以走 也會帶動我們這邊沒落這麼久的地方 讓人要來這裡租或什麼 這次的生意也沒說很久就疫情幾年了 有民眾來陳情 那在仁俄路的191號前面 有四個機車停車格 那我想這個地方的地幅也不大 不大的時候 那我想這邊來震懾黃線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才不會再影響這邊的攤商的生意 那我想這以前早期是家具街 那這樣具街的話就是 可能就要上下貨 那上下貨的時候這邊都真正黃線比較多 那因為那時候 不知道什麼原因來真正機車停車格 那我想施工背景不一樣了啦 那在這邊還是希望我們 幾乎是政府把這個停車格來替主 來畫黃線 然後有能夠讓我們這邊的攤商 能夠安心的來做生意 市議員曾潔遠表示 人一路和人二路店家 都是民眾經常採買的地點 路邊停車需求應該因地置疑 考量店家和駕駛人停車的需求 才能達到雙贏的目的 記者 黃少民 基本報導 謝謝